我觉得应该说 南芯一直在超越我们的期望值 这是第一点 我们军美也是从进口设备为主 逐渐转成了以南芯设备为主 这个过程有几年 现在基本上我们在采购设备 基本都是以南芯设备为主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样的转型的时候 也去平衡了一些事情 肯定会考虑到一些投资成本 或者将来的维护成本 但是同时我们也做好了一些不好的准备 比如说在稳定性 设备的稳定性 设备的精度 这些方面可能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 会有一点的差异 那么我们已经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但是当我们逐渐开始转向南芯设备的时候 每一台设备或者说每一个项目 最终的结果应该说都超过了我们之前的期望值 我觉得这一点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信心 让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在南芯的合作上再扩大 再延伸 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总结一个感受吧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在每一次跟南芯谈具体的项目的时候呢 都能够从南芯的进步 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每一次我们自己的项目也都会有提高 这个不是说设备在功能上或者在质量或者在什么方面有所提高 它是一个在行业的技术的整个生产理念上面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南芯不管是从设备本身 还是从行业的发展都不断地在进步 而且把这种进步呢 也很及时地带给我们客户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对南芯表示感谢 是我们说新项目或者既改项目 在原有的水平上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南芯在行业的发展上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年会有一点希望 我觉得设备和技术它总会有瓶颈不可回避的 那么我觉得在服务上是一个特别值得去把它剁一张名片 把它打造出来 在北京跟行中林的合作在服务上已经有了很好体会 因为我刚才说设备完全的不一样 差异化分架比技术领先它都有成本有代价 而服务在以后的发展上让很多的企业能够非常放心地 跟南芯去合作没有后务之忧 现在我们看到南芯的品牌背后的商务公司 或者是企业的理念文化都是硬性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能说你买的南芯设备就等于是有买到了一个好的服务 很多的客户都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感受认知的话 我觉得南芯的领先应该说是就超乎了一个基本范围 基本面的水平 橱柜项目是和南芯合作的最新的也是有一点规模 今年的上半年正是生产 从自动化程度啊工艺的合理性包括质量 几个分厂而言 橱柜的整体的封边质量应该是最好的 这一点非常负责任的说 橱柜工厂的整体性包括工艺配置设备 也就是要出产品 我觉得体现出来了在产品质量上和服务质量非常高的水平和配合度 应该说年底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月产设定的一千万吧 虽然有很多压力还不确定性 但是还是应该说从设备啊质量上服务上 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种支持和这个帮助 男性装备